打个比方 你今天去吃东西 吃了一些粘东西 然后你想吐把它吐出来 当你身体想吐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吃止吐药 相反的 你要尽量的把东西吐干净 然后你尽量的再吃一些 能够帮助你把东西吐干净的 那些食物 或者那些饮料 或者那些辅助的营养品 然后帮助你把粘东西 把它吐干净排干净 因为呕吐是身体阻止粘东西 进入血液的一个办法 同样的 当你吃了粘东西 想拉肚子 你就尽量再吃一些喝一些 能够帮助你拉肚子的东西 拉干净 协助身体完成这个任务 而不是去吃那些止蟹药 看车 合作 感谢观看